保罗写的《以弗所书》 这是第三章第十四到二十一节 这里是保罗为信徒的祈祷 其实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祷告 也其实是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祷告 不单止祂为我们祈求我们自己 也都应该为自己作同样的祷告 我们不单单祂来为我们来做祷告 我们自己也得为自己做同样的祷告 因为这次祂所写的有重要的信息给我们 因为在这里祂所要告诉我们的 有一些重要的信息 其实祂开始祷告的时候 就是在第三章的第一节 其实祂在一开始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在第三章的第一节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 做基督耶稣的祷告的 替你们来祷祷 第三章第一节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 做了基督耶稣囚徒的替你们祷告 那你想着祂就会祈祷了 那么你想 祂是不是就应该直接去祷告呢 但是在第二节一直下去 祂是想起别的事情 其实从第二节开始到后面 祂忽然想到别的事情 因为有些事情 在祂心里面觉得是很重要的 经常想着的 因为有些事情在祂心目中 觉得是特别的重要 祂是一直在想着的 很惊奇的东西 是很好的东西 它说到耶稣基督的奥秘 这里祂想到了耶稣基督的奥秘 那么这个奥秘究竟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奥秘究竟是什么呢 在第六节告诉你们 这个奥秘就是 爱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治 同为一体 同为蒙应许的人 在第六节里面说 就是外邦人 在基督耶稣里 集着福音 得以同为后世 同为议题 同为蒙应许的人 或者我们不觉得 有什么特别 或者我们并不觉得 有什么特别 因为福音已经到了我们这里了 我们都不会想到 我们不会被阅纳的人 因为福音已经到了我们这里 我们也没有怎么想到 我们会被阅纳 但是在保罗那个时代 当他们犹太人 想到全世界的人 其实只有两种 那时的犹太人 他们想到的全世界的人 其实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 一种是上帝已经拣选的子民 其他所有的都叫做外邦人 而其他的归纳成为外邦人 他们对外邦人的态度是怎样呢 外邦人不像一只狗那样的价值 他们觉得外邦人 就如同一只狗的价值 那去外邦人的地方 做事的时候 回来 要快快就去结净自己 作为外邦人 在外面做完事以后 回来要尽快的洁净自己 所以有一个界限 就是 犹太人在这边 神的选民在这边 神没有被拣选的 在那边 所以有一个明显的见线 就是 神的选民在这边 而没有被拣选的人 在那一边 但是现在神竟然 将一个的启示给了他 而现在神竟然将一个启示给了他 不单单给了他 还给了其他的使徒 还有给了其他的先知 知道耶稣基督的奥秘 知道了这样耶稣基督的奥秘 外邦人能够 借着耶稣得到福音那些 能够同为和犹太人 同为后治 外邦人可以 挤着耶稣而得到福音的人 可以跟 可以挤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四 同为一体 同为蒙应许的人 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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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非常重要 三个同为非常重要 换句话说全世界的人 也就是说 这里代表了全世界的人 如果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 如果能够接受到耶稣福音的人 就是一同蒙福的人 那么究竟上帝的用意是怎样呢 那么究竟上帝在这里的用意是什么呢 他的用意是说得很清楚 在第十节告诉我们 他的用意在第十节里面已经明确地显示出来 他说 为要在现今使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支度神 百般的智慧 这个就是用意了 这个就是用意了 就是上帝的目的了 即使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急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要拯救人类 要拯救人类 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 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 现在教会也成立了 就是说神所拯救的一帮人 就是说是神拯救的一帮人 可以说第三个民族 可以说这是第三个民族 属于这些属于他的人 要在天上执政的掌权者的面前 掌权神八般的智慧 而这些人是要在天上掌权执政的 掌权的人在神百般的智慧 那究竟这些执政的掌权 是不是好的灵界又不好的呢 而究竟这些掌权执政的人 到底是在好的还是不好的灵界上呢 其实又好又不好的 其实是有好又不好的 但无论如何 这些灵界要看到上帝 借着耶稣所做的拯救工作 其实这些灵界是看到了上帝 挤着耶稣基督所做的拯救工作 是多么有智慧的事 是这么多么的有智慧的事情 你看到一个人叫做 Cornelius 他看到了百年流是怎样的信主 神又怎样的给他看到了意象 然后猜派彼得和他传福音 然后又猜派了彼得给他传福音 结果彼得讲福音的时候 又有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然后彼得在讲福音的时候 又有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上帝已经接纳了他 这个拯救的福音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说拯救的福音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一个撒该这么爱金钱的 贪了很多钱積财在身的 一个撒该这么为金钱贪钱 积彩了很多钱财在身的人 但是信耶稣的时候 他愿意将自己的钱 是来到一半给周济穷人 结果在信了耶稣以后 他愿意把自己一半的身家救济穷人 而且以前骗过谁的又愿意还上 看到这个福音带来的福气 所以看到了福音所带来的福气 医治的福气 医治的福气 生命改变的福气 生命改变的福气 上帝的智慧 很多方面 圣经讲到 很多美丽彩色的智慧 可以看到了上帝 那美丽斑斓彩色的智慧 彰显出来 彰显得出来 直接谁彰显出来 即使谁彰显出来 即使教会的弟兄姊妹彰显出来 我希望这幅图画 能够在你的头脑里面出现 你和我过生活 上帝要我们做的 他说灵界方面的存在是事实 要我们在这方面 让我们在这方面 给他们见到 上帝的智慧 在我们的身上 如何彰显出来 而上帝的智慧 又如何在我们的身上 能够彰显出来 他彰显那个能力的做法 很多方面的做法 彰显出来 他彰显了 他各方面面的能力和做法 来能够彰显出来 所以在第一节 他开始祷告 所以在第一节 他开始祷告 但是到第十四节 他又再次来到 讲回祈祷 他因为想了其他的事 结果接着 在第十四节 又接续地来祷告 因为中间 他想到了别的事情 对十四节 他说因此 我最负面情屈塞 在第十四节 因此 我在父面前屈塞 这个屈塞 就是表示他的祷告 这个屈塞 表示了他祷告 这个祷告 是很真诚的祷告 那么这个祷告 是他非常真诚的祷告 因为犹太人的祈祷 普通是站在那里祈祷的 因为犹太人 多数是站在祷告的 比如在耶路撒冷的 威廉沃尔 他们站在面前祈祷的时候 就站在那里 这样移动 是他的身体 这样祈求的 比如说在耶路撒冷的 威廉沃尔 是哭墙 他们是站在面前 来祷告的 但是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有些事 都有人是跪下来祈祷 那么在圣经里面 我们有时也看到 有些人是跪着祷告的 比如在圣殿 被奉献的时候 所罗门是跪下来祈祷 比如在圣殿奉献的时候 所罗门是跪着祷告的 耶稣基督 在这个赫西玛尼远里面 他跪下来祈祷 而耶稣基督 在科西玛尼远的时候 也是跪着祷告的 保罗和以弗所的长老 讲再别的告别的时候 也都跟他跪下来祈祷 保罗在以弗所 跟长老一起告别的时候 也是跪着祷告的 现在保罗 他说我在这个父的面前 我屈失 我要祈祷 而现在保罗说 我在父的面前 要屈膝来祷告 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了 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然后他又讲到 称这位祷告的神 向他祷告的神 他说是众父的源头 而他称为这位向他祷告的神 为众父的源头 你和我有父亲 你和我都有父亲 但是有一位 就是创造万物的主 他是唯一 未曾有人做过父亲的 一位创造者 是父的源头 而有那么一位 是从来没有父亲的人 是我们这所有人的 父的源头 这一位就是我们要敬拜的神 这一位就是我们要敬拜的神 为什么他会特别想起 父这个称呼呢 为什么他忽然想到 父这个称呼呢 因为当他讲到 无论犹太人 无论外邦人 从哪里来哪个民族 都是能够恩信耶稣 成为第三个民族的子民 因为他想到了 无论犹太人 或者是非犹太人的外邦人 他们都是因为来信耶稣 而成为了第三个民族的人 我觉得 所以他特别地称呼 这个父为万有之父的时候 是很适合的 所以我觉得 我认为他在这里特别称呼 是万有之父 是特别适合的 那么他的祈祷怎么样呢 内容是什么呢 那么他的祷告内容是什么呢 他就讲到 为要神 他按着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使你们内心的力量 刚强起来 为要 第十六节 为要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挤着他的灵 使你们内心的力量 刚强起来 又要使基督 因着你们 住在我们心里 又要使他 基督 因着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这个是祷告的第一部分 这个是祷告的第一部分 我们可以注意到四点 我们在这里可以注意到四点 第一点 就注意到我们内心 实在是需要力量 第一点 我们注意到自己内心 确实需要力量 第二点 借着圣灵 能够使到信徒的内心 力量 刚强起来 第二点 说到 急着信灵 让信徒 内心的力量 能够刚强起来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要使基督 因着信徒的信 住在他们的心里 目的是基督 要因着信徒的信 而住在他们的心里 我们问 神能够做得到呢 我们问 神能否做到呢 他这里说 满有丰盛荣耀的神 就能够随听 我们众信徒的祈祷 满有丰盛荣耀的神 祂能够随听信徒的祷告 他这里说到 满有丰盛荣耀的神 他能够随听信徒的祷告 让我们每一点 都稍微看一看 让我们来看每一个点 我们信徒的内心 需要力量 我们信徒的内心 是需要力量的 实在是需要的 我们实在需要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注意到 为什么呢 我们首先注意到 我们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我们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有世界的引诱 有世界的引诱 又有撒旦的攻击 又有撒旦的攻击 我们是需要力量 有时候我们知道 有些事情是应该做的 有时候我们是知道 有些事情是应该做的 却没有力量去做 我们觉得读经是应该的 我们知道读经是应该的 很多时候觉得很闷 是不想读 而很多时候觉得非常的闷 所以有身体那个影响 到我们心里的力量 所以在身体上 也能影响我们心里的力量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觉得 根里是很需要神的力量的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身体进来 是非常需要神的力量的 最近我们在McCawley Park住那里 是需要再次装修 最近我们在McCawley Park住的那里 需要再次装修 因为那座的楼 有很多地方漏水 因为那栋楼 有很多地方漏水 因此我们要不在那里住 因为所有都要拆掉 师母的ensuite里面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能在那里住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要拆 包括师母的ensuite里面也得要拆 但是我们每天都要回去查 但是那里面有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每次这样 还得每次回去看一下 到底来装修的人 有没有把门锁好 现在已经是第五个星期了 还没做好 每天我们要两边跑 我们搬来这边住 现在我们搬到这边住 屋前有棵树 有一个很大枝的又掉了下来 前面有一棵大树 非常大的又掉了下来 那你是需要处理 又需要处理 我的车又被人撞了 我的车又被人撞了 要拿去NRMA修理 去保险公司NRMA修理 我现在85岁又需要考车 不考车 29号之前考不了 就不能开车 我这85岁年龄的人 还要去考车 在29号之前要考 不然的话 还不能开车 那他说明 你找一个 有牌照的 跟你一起去考 因为考不了 你就不能回家了 他还说到 必须要跟有牌照的人 一起去考 如果你没考上 你还不能开车回家 我自己的牌照 跟以前一样 有给我很多的麻烦 而我大厂这边 又像以前那样 又引来很多的麻烦 晚上睡不着 可以说 每天都在受着煎熬 虽然我们有这样的需要 神能否来帮助呢 第二点明明说到 神能够借着 祂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里面有力量 那你又明明说到 神能够集着圣灵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里面有力量 这个很重要 你需要这样内在的力量呢 我相信你都有同样的 虽然和我不一定一样 但是有同样的需要 我相信你虽然跟我不一定一模一样 但是也是同样需要内在的力量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 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可以跟神讲我们的需要 我们可以跟神告诉我们的需要 祂能够帮助我们 有时候祂的帮助 临到的时候 远超过你想象的 我的车需要修理 我的车需要修理 但是被人碰到 是谁我都不知道 是因为在停车上 其实谁撞了我的车 我也不知道 因为在停车场发生的 你不知道谁碰到你 我们追不到他 现在你的access amount 要多些 795元 因为不知道谁撞我的车 那么保险公司说 我的那个access amount 就是预交费 前面要交的费用呢 必须要高一些 要790块钱 以前我撞车车 我告诉个儿子 以前我遇到这种事 被撞了 我会告诉儿子 儿子会帮我打电话过去 登记了个号码 我拿个车去修理 我就拿个车去修理 非常顺利 如果儿子没有跟我住 现在儿子又没有跟我住 我怎么去修理呢 去哪里修理呢 我又如何去修理 也不知道去哪里修理 我想到NRMA 有人以前去过 我只想到了NRMA 因为我以前去过 那么去到的时候 那么去到的时候 他说你不能够收理 你有没有个号码 他会问我 登记了号码 你有没有被登记的号码 我说没有啊 我怎么登记啊 可是我只能说没有 因为我没法登记 我进去的时候 遇到第一个就是印度人 我刚进去的时候 遇到的第一个人 是个印度人 高高大大 非常高大 满脸笑容 满脸笑容 我将我的事情 告诉他我的事情 不用着急 他说不用着急 来到这边有张桌 你坐下 这里有张凳子 你可以坐着 我来陪你 我来陪你 我来帮你报给NRMA听 我来帮你报到NRMA 拿了个号码 然后帮我拿了号码 然后呢 来到我的桂农面面前 我就跟你 约好这个日子 可以去收理 然后我能帮你预约 一个适合的日子去修理 使得我的心非常安乐 当时让我心情非常平安 因为对方问我的东西 有时我回答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有时候对方问我的问题 我都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的屋刚才说有问题 要装修 我那套房子刚才说的要装修 我发现有很多insulation的物件 叫什么insulation 就是保暖的东西 加一层 他应该把墙拆了 将那些墙进去 然后先用plaster board封住 我发现有很多隔着层的东西 你要把它拆出来 然后把墙给封住 我发现很多 为什么我在我的骑楼那里呢 我就发现有很多东西 在我的阳台上 心里很不安乐 心里非常不安逸 我跟师母说 今晚我回去睡 我跟师母说 我今天晚上要回去睡觉 明天我要问他 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放进去 我明天要见到那些人以后 问问他们 为什么没有把隔着层的东西 放回去 我在那里睡了一晚 第二天变了两个人 第二天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工头 一个是头头 一个是老板式的 一个是老板式的 我把我的事情告诉他 我把我的事情告诉了他 他说没有 你看到那些是旧的 新的已经擠了进去了 其实 他说我看到的是旧的 新的已经换进去了 还有照片给我看 告诉我 但没有人开工的 没有工人 没有人去做 但是工人又没去做 因为只有这两个人出现 因为只有这两个人出现 就两个人答了我心里面的问题 就这两个人能够解决了 我心里面的问题 他走了之后 当然其他的工人开始做工 当然他们走了以后 他们就开始开工了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说想不到的事情 神会为我们解决 如果我们愿意 将自己交托给他 所以从这个例子上 可以看出 当我们有时候想不到的时候 神会用他的方式 来帮我们解决 但是人就是人 但是人毕竟是人 你和我都是软弱的人 而你和我都是软弱的人 就算棋完土之后 告诉自己 不用挂心 尽管我们祷告了 告诉了自己 别担心 都可能会担心 但还是担心 我知道我为什么会担心 我也知道我自己为什么担心 一方面因为我爸爸妈妈 都是担心的人 首先是因为遗传的 我父母就是担心的人 所以我要在这一方面 学习这个功课 所以我需要在这方面 学习这方面的功课 我跟大家分享 是分享真理 是分享经历 我在这里为大家分享真理 和分享经历 不是说 我就已经做到了 我们盼望 各个人都能够做到 并不敢说 我已经能做到了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 我们要知道自己 需要耐心有力量 我们要知道 自己是需要内心的力量 我们要知道 圣灵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要清楚 圣灵能够帮助我们 这里第三点 讲的目的 就是耶稣基督 住在我们的里面 那么第三点 你说到 耶稣基督 住在我们里面 这个意思是什么 其意思是 我们信主的时候 主耶稣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了 我们信主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 应该住在了我们心里 但为什么这里又说 住在我们里面呢 但这里为什么又说 住在我们里面呢 其实讲到住在我们 这个意思不是指 我们起初信主的时候 其实这里提到的 住在我们里面 并不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 是指到耶稣基督 能够感觉到 怎么说 feel at home with us in us 那个意思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就是感觉到 在我们的里面 觉得很舒适 觉得没有任何的麻烦 那样东西 怎么认可你呢 其实这里讲到的是 耶稣基督 能够很平安地 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有从里面 发出的安宁平安 能够面对世上的事情 如果是要达到这一点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要容许 他在我们里面 作主 作王 来到给我们 支配我们的思想 帮助我们 一切所做的 如果能达到这个平安 我们就能够通过神的力量 来面对世上的所有事情 帮助我们处理 安排世上的各种难题 那么这个住在里面的意思呢 就是说 另一句话说 就是容许他做我生命的住宅 换着另一种说法 住在我们里面的意思 就是容许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住宅 生命的住宅 那么我们就和他有一个密切的来往 这样我们跟他有一个非常密切的来往 我们跟他越近的时候 就会发现我们的主 是很爱我们的主 这样我们跟他的关系越近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主是很爱 非常爱我们的主 那么保罗这个第一份的报告 我们保罗能不能够成全得到呢 那么保罗第一个祷告 能不能够成全呢 其实呢能够做得到的 其实是能够的 因为这次讲到 这位上帝是有按照他封盛的荣耀 他能够帮助我们 因为这里讲到 上帝能够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来帮助我们 那么这个封盛的荣耀是 我们的神事实上是很荣耀的神 其实我们的神是个非常荣耀的神 也是满有丰盛的神 可以说 是满有丰盛的神 比如以物质的东西来说 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用物质上来说 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山上的牛羊都是属于他 山上的牛羊 他当然对物质方面能够帮助我们 在物质上他绝对能帮助我们 如果是合乎他旨意的话 如果是合乎他旨意的话 但属灵方面是极之丰盛的神 但在属灵方面也是极之丰盛的神 讲到上帝有丰盛 圣经讲到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 讲到神的丰盛 我们来到以弗所书三章第七节 讲到他有丰盛的恩典 讲到他有丰盛的恩典 然后又讲到他有丰盛的财物 又讲到有丰盛的财物 又讲到有丰盛的怜悯 保罗特别是尝试到上帝的怜悯 临到他的身上 保罗特别能尝试 神的怜悯临到了他的身上 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那个 甚至比最小的都不如 但是上帝的怜悯临到他的身上 但是上帝的怜悯临到了他的身上 所以这个神是丰盛的神 所以神是丰盛的神 而且在灵界里面 他有很多宿灵的丰盛能够给我们 尤其在灵界上 他有很多属灵的丰盛 临到我们 他的智慧能够给我们 他的智慧能够给我们 他的能力能够给我们 他的能力 帮助我们 这样的丰盛 上帝是举着这样的丰盛来帮助我们 或者你觉得不是 怎么说 或者觉得自己不配到神的面前 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自己不配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记住他是我们的天父 但是我们要记住 他是我们的天父 他是拯救了我们 他是拯救我们 他是要让我们来亲近他 他的封性 记住封性 即是他的封性 本身是多么封性 那个来给我们 他是挤着封胜 就是那种 那个封胜 又是多么的封胜 来给我们 比如一个有钱的人 比如说一个有钱的人 他帮你 他来帮你 可能帮到多少 因为他有钱 可能他能帮你 因为他有钱 但是这位 极之丰盛的神 而这位极致丰盛的神 其程度跟这个有钱人相比 能多多少呢 你想都想不到的 让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保罗 这一个的祷告 来让我们自己想一下 思考一下 如何来回应保罗这个祷告 想一下耶稣基督 为我们所成全的 想一下 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全的 现在我和他的关系如何呢 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又如何呢 是不是很酷 或者很intimate 就是说 很冷冷淡淡 或者和他们很亲切呢 到底是疏远还是亲切呢 我们有没有经常跟他交流 或者是祷告呢 我们觉得 他在我们生命所占的部分 是高啊 还是低呢 而我们又觉得 他在我们心里的生命 到底是高还是低呢 我们愿不愿意 他是feel at home in us 比在我们心里面 觉得很舒适 很平安的 与我们同在呢 我们到底能不能让神 能够完完全全地 住在我们的心里 像在我们的家一样 住在我们的心里 这种完全呢 圣经里面有个人 叫做伊诺 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 叫伊诺 讲到很简单的一句 他说到简单的一句话 他与神同行 他与神同行 结果不见了 因为上帝 就叫了他上天上 他最后不见了 因为神把他接上添加了 有人这么说 有人这么说 有人跟伊诺说 我们关系如此的亲密 这么多的交流 神跟他这么说 不如你上来天上 神是这么跟他说的 所以不然你就来天上吧 有人这样想 上帝会跟他这样说的 有人是这么以为的 神是这么跟他聊的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 我们来看看 这里祷告的第二部分 简单的讲句就是 第十七节 下半节到第十九节 就是这里的第十七节的下半节 到第十九节 他说 使你们记着爱中 生根立基 就能够和宗师到 一同的明白 基督的爱是 何等的长福高深 这里说 使你们既在爱中 生根立基 能够和众圣徒 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 是何等的 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 超过人的知识 所能测度的 并知道这爱 是超过人的知识 所能测度的 为要使你们 充满神一切的丰盛 上帝要我们充满 上帝要给我们 一切的丰盛 上帝是要我们充满 上帝给我们的 一切的丰盛 这就是目的 但怎样可以 达到这个目的呢 那又如何能 达到这个目的呢 目的就是 刚才 总到基督 住在我们心里 做一个开始 目的就是 从基督 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 开始 让基督 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让基督 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无论我的思想 我的行为 要做的事 都由主来带领我 无论我们的 言行举止 都要由主来带领我们 这样与主同行的时候 我们越来越认识更多 知道他爱我们更多 那么在与主同行的时候呢 能够更加体会到 他是爱我们更多 能够对主的认识也更多 我们就自然地在这个爱的里面 扎根 爱的里面建立起上来 我们能够自然地在这种经历中 能够在爱的里面扎根 在爱的里面建立一种关系 这个建立和扎根 讲到我们信心的时候 当然我们是要听从圣经的教训 当然我们要听从圣经的教训 从其他圣徒的身上来学习 或者从其他圣徒的身上来学习 和自己决心来跟随主 和自己决心来跟随主 这样的时候 我们这个信心和爱心的方面 一直扎根成为结实的基督徒 这样才能让我们在爱心和信心上面 能够扎根成为非常结实的基督徒 能够与其他的圣徒 其他的信徒 一同地明白到相对 主耶稣的爱是多么长复高深 能够与其他的圣徒一起认识到 主耶稣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和高深 所以我想起一件事 这里让我想起了一件事 就是我们如果有查经的重要 这里就是查经的重要性 查经小组 大家分享神给我们的恩典 神在身上的作为 大家来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分享神的恩典 这是一个栽培的方法之一 这也是一个栽培的方法之一 但我们如果扎根之后 我们能够明白到相对的爱 是多么长阔高深 尤其基督的爱 通过这样的扎根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 上帝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 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如何彻底的了解 上帝的爱 你和我是人 因为你和我是人 我们没有法子可以彻底 知道上帝的爱是多么的 因为我们是人 所以我们无法了解 上帝的爱究竟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到 知道上帝的爱是多么的大 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 上帝的爱是有多么的大 这个长阔高深 是讲到上帝的爱是多么的大 因为长阔高深 已经形容了上帝的爱是有多么的大 然后我们又能够进入 经历到这个爱 并不是用知识的方面来进入 而且我们在经历神的爱的过程中 我们很清楚并不是通过我们的知识来进入的 而是神给我们的亲身经历 好像上帝的平安有时 给我们的时刻超过我们才能够了解 如同神有时给我们的平安 是超过了我们的了解的 同样的东西 是同样类型的事情 这个是讲到上帝的爱 这里说到上帝的爱 我们虽然不能够明白 不能够明白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多么大 对我们是多么好的安心 虽然我们不能了解 神的爱有多么的清楚 但是我们最起码知道 神的爱有多么的大 多么的强阔高深 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得到神一切的丰盛 上帝一切的丰盛是在主耶稣基督里 而上帝的一切的丰盛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当然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更多 越得着上帝的丰盛 当然如果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 越了解上帝的爱 有多么的强阔高深 这个是第四章开始告诉我们的 这也是第四章开始告诉我们的 讲到体验上帝那个爱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这里说到了 如何体验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 哇 讲到这一切之后 保罗自己呢 禁不住的就是第二十节 同一节 一次讲了赞美上帝的说话 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说到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上帝能够做得到 上帝能够做到 他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能 大力能够做得到 他在我们心中的大能运行 他能做到 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耶稣基督里得了荣耀 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 在教会中得了荣耀 在教会中得了荣耀 如何得荣耀呢 当我们的生活 能够在灵界里得到荣耀呢 空中执政者 掌权者能够见到上帝的智慧 在几个奉行的时候 就能够得着荣耀了 我用过诗诗讲一句话 就是如果我们的生命 是由神的带领过我们的生活 如果灵界看见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能够知道 看见了 这个是上帝的智慧 这个是上帝的智慧 使到他心间 今天所过的生活是这样的 那么那个时候呢 上帝就得到荣耀 大家明白这一点吗 是借着我们个人基督徒 加起来当然就是教会了 教会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就是上帝得到荣耀 因为你说想一想 我预备这个奖章的时候 所有的解经家都没有讲到 为什么他要 the father of all mankind 那一点讲到 还有他说 因此 这个怎么样 因此是十字节 第三章也是因此 for this reason 也是因此 因此是什么 我就想起来 因此是因为福音 神接着耶稣 所成就的救恩 这个是因此 这个福音的用意是什么 很特别是讲到 要抗灵界 要给灵界抗降 神说我所做到的 我拆拜我的儿子到这个世界来 他成就了这个工作 现在你看见世界这么多人 所过的生活 是因为我做了这个拯救的工作 我的智慧从各方面都彰显出来 他愿意的就会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个其实依照是什么 这个十一节 这是造作神在我们基督耶稣里 所成就永行的计划 就是这个计划 解恩的做法不是今天的 一早就开始 预备要耶稣来到世界 警救人类的 这从几时开始 创世界开始的 这个是上帝原本的计划 要做的 那么弟兄姐妹 你们我们大家 都依照这个来做 要祷告 为自己祷告 求神 加强我们里面的力量 也承认是圣灵帮助我们 使我们有力量 感谢上帝 还有呢 就让耶稣基督 做我们生命的主 Few a home inside us 带领我们每天的工作 每天我们的思想 我们所做所讲的 每天的生活 就交在他手里带领我们 那么神是能够做到 因为他是荣耀 这个富有的一位神 好 我就讲到这一点 我想这个 这个广东话 大家都听得明白了 好 谢谢上帝 其实我也有一点困难 我大家看见 这个是英文的 我要看英文的 讲中文的 因为等一下 我在英语堂要讲到 这个是简章的这方面 六章子 六章子 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写了英文 没有写中文 所以刚才有一点 就是连结方面 有一点问题 请大家原谅 我们感谢神 我们认识的神 是这么荣耀 可以帮助我们的神 我们要请请他 让他来帮助我们 其实你可以用 广东话方译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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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